关心美国SpaceX公司预计31号凌晨要尝试第二次发射飞龙号太空船 把两名美国人送上国际太空站 但29号该公司在测试另外一款叫做星舰的太空火箭时发生了大爆炸 当时火箭在德州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 爆炸形成了一团巨大火球 幸好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而这一架星舰作为可重复利用的太空火箭 目的是要再送人员还有货物到月球甚至是火星 但目前还在开发阶段 而且安全性显然有待提升